天气冷收收,来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最对味 台中一间传承近一世纪的手工咸汤圆店 现年67岁的老板娘 从年轻的时期就跟着阿嬷学煲汤圆 内馅加入了虾米、香菇、油葱酥等配料 外皮则是纯手工制作 口感就像起司一样软Q滑顺 是在地人冬季隐藏版的美食 从大谷高汤中捞起一颗热乎乎的咸汤圆 外皮雪白略的粘性 再淋上一勺高汤滚热桶浩菜和油葱酥 一碗古早味的咸汤圆就准备上桌了 来,你应该来咯 谢谢啊 台南要吃这个猪肉不可以蒸 因为这是古早味的 被老饕赞不绝扣的咸汤圆 是台东人冬季的隐藏美食名单 又现年67岁的陈老板娘 从她的阿嬷手中将好味道学习传承下来 冰季68年开满时一碗七元 现在是一碗三十元 但不变的是坚持纯手工无添加的用心 小小一颗三角形的咸汤圆 从里到外都相当讲究 内馅包入了小火热炒的虾米、虾仁、油葱酥和香菇 外皮则是纯糯米制成 软Q顺滑的口感就像起司一样 即便到了二代接手 好味道依旧不走位 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米做的 料多又实在 古早味的咸汤圆虽然耗时非公 但是慢工粗细活 老板娘母子两代 为了要把好味道传承下去 说什么也不妥协 又让台东古早味咸汤圆 持续温暖在地人的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